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码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s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很高深 非阻塞处理好难懂 咱们一般编程 比如说Java Luby PVP都可以吧 Dearnight Cshop 它都是阻塞性处理 但是咱们Node.js是非阻塞性处理 这非阻塞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经验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所以说我的标题起的很正确 好难懂是吧 没关系 今天就让您弄懂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阻塞处理 这我写一下吧 比如说 Java 当然现在最新的Java 也支持这个非阻塞处理 想要是处理也支持 但是咱们先认为它不支持 其实是一般编码是不支持的 它不像这个Node.js这么支持的好 比如说Luby 没问题吧 比如说PVP ASP Dearnight 这都行吧 非阻塞处理 那就是咱们的Node.js了 好 我今天就给您模拟一下什么叫做阻塞处理 什么叫做非阻塞性处理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第一 咱们先模拟一下阻塞处理 比如说 咱们在实际工作编码过程中 或者学习编码过程中 要生成一个函数 咱们要写函数 这还要干什么 更新数据库 这可以吧 太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更新三个表 更新五个表 可能还有事物 都可以吧 这种处理 是不是花时间 比如说 花300毫秒 花500毫秒 咱更新的表多 数据量大 可能需要花一秒 两秒 对吧 这个数据库 更新处理函数 做完之后 才能够往下做 这是咱们一般语言 对不对 那么咱们看一下 我这个阻塞处理的模拟 我这有一个更新 数据库一 这里面呢 大概消耗三秒钟的时间 那么咱们在下面呢 去调用这个函数 那换句话说 这个函数去执行 对吧 那这函数花多长时间 大概三秒 那么这个函数 如果没执行完的时候 我下面这两个 数数漏过的函数 直不执行 不执行 对吧 我等它处理完之后 我才能往下走 这是阻塞性处理吗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先试一下 我这段代码逻辑 阻塞性处理的逻辑 我这建一个文件 咱们测试一下 比如说咱们就叫做 测试1 可以吧 好 我把阻塞处理 考在这 看看能不能阻塞住 试试 我这敲 node test1.js 可以吧 Go 大家请看 现在正在更新数据库 等大概三秒钟 完事 然后呢 打印 更新成功 DB1更新成功 然后呢 I like javascript 没问题吧 换句话说 当咱们执行这个DB更新函数的时候 这个函数如果没执行完 咱们干什么 等着呗 等它执行完之后 咱们再输出两行捞鼓 咱们再试一下 如果您说不对 我们没看清 没关系再试一次 再来一次 这次一定要看清 Go 你看 大概花三秒钟左右 然后输出两行捞鼓 没错吧 那换句话说 咱们更新数据库 是不是这个处理被阻塞住了 你下面 下面执行不了了吗 对不对 这叫阻塞性处理 明白了 好 那咱们再看这个非阻塞性处理 看一下 赶紧嘴有点绕 咱们看这更新DB2 这个是非阻塞性 什么意思 咱们看 我这个DB2 要做一个函数 要做一个处理 这个处理待花段时间 三秒钟 我能用setTimeout进行模拟 然后咱们进行这个DB2的处理 这个处理完之后 大家请看 我这个更新DB2的函数 有一个叫什么 但回调函数 换句话说 当我这个DB2 处理完逻辑的时候 要调用参数传进来的 这个回调函数 告诉谁调我 我告诉他 我执行完了 这个呢 是非阻塞性处理的函数的写法 一定要提供一个回调函数 这里面棒棒棒棒 可能叫做好多处理 没关系 你处理你的 等你处理完之后 调用一下回调函数 告诉谁调你的那个人 谁调你的那个逻辑 我处理完了 OK 这是非阻塞性函数的写法 注意 它的特点就是说 要提供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咱们怎么调呢 看一下 我在下面就调它了吧 upDB2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我这个 以前咱是怎么做 这么调硬吗 对不对 没错吧 现在不行了 我需要 我需要这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是函数类型 大家看 这个函数是没有参数 但是可以带参数 咱们就先做 没有参数 咱们做一个 函数类型的参数 传到这个upDB2里面去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upDB2 执行数据库逻辑 执行完之后呢 回调回来 那回调谁 回调就给传进来这参数嘛 那咱们传来这参数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地方 干什么 输出一行log 更新DB2成功 没问题吧 好 那咱们更新DB2 调用完之后 我呢 再打印一行log 什么 I like Node.js 这可以吧 我就喜欢Node.js 对不对 那么咱们看一下 这个函数的执行过程 首先说 这是一个更新数据库的处理 更新数据库呢 大概要花三秒钟 没问题吧 但是 它是非阻塞性处理 也就是说 当我调用DB2的时候 它会去在内部做操作 但是我DB2下面的代码 用等吗 用等着DB2执行完之后 我再执行下面代码吗 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完 所以我呢 给它一个回调函数 告诉更新DB2这个函数 如果你执行完 就调用我的这个回调函数 就非阻塞了吧 那换句话说 我执行完这个UPDB2含入之后 不等 你执行你的去 我呢 继续掉下面的这个 输出logo的代码 然后等这个DB2执行完之后 它回调的时候 再执行DB2更新成功 是这个逻辑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没听明白 没关系 咱们现在马上试一下 看看这个飞组的处理 大概是个什么处理过程 第一次您接触这个概念的话 可能有点生疏 没关系 我也是 我第一次还不如您呢 还不如您呢 咱试试 这个BKD代码小 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好 咱们试一下 就这函数 我现在先打个D2 看一下 咱们现在有两个吧 一个是test1 一个test2 咱们现在执行一下text2 试一下 go node空格 test2.js 回撤 大家看 我先出来一个 I like node.js 然后数页执行完之后 再调用 更新数据 Q2成功 坏的话说 调用我的这个upDBR时候 程序没有阻塞住 它继续向下执行了 对不对 那等这个DBR更新成功之后 它回掉咱们淡的函数的话 才输出更新DBR成功 程序没有阻塞住吧 接着咱们走吧 然后咱们留了一个 接口 留了一个回到函数 给它处理完之后 再做响应 这就是非阻塞的编程 坏话说 这个一趟车 帮帮帮跑到底 没有问题 阻塞阻塞你的 跟我没关系 什么时候你做完之后 你告诉我就行 这就是非阻塞 咱们再看一下 微妙区别 这是阻塞的 我执行更新DB数据库1 那大伙都等着 等完之后 输入两行老鼓 咱们再试一下 node空格test1.js 怎么样 塞住了吧 塞住了吧 阻塞住了吧 然后呢 两行几乎同时输出 为什么 这两行老鼓挨着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同时输出 这个是很正常 而且update 这个dbe 在前面 这个i like 在后面嘛 但是咱们这个更新DB2 就不一样咯 它不阻塞 所以呢 它后面要继续执行代码 然后等输入执行完之后 才给咱打印出logo DB2执行成功 这就是阻塞 跟非阻塞的区别 您呢 应该是第一次 如果是第一次 结束这概念的朋友呢 您应该 好好的运行一下 我这两个程序 然后呢 好好的消坏一下 这个知识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呢 没关系 在视频下给我留言 我呢会给您解答 好不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言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跟You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